孙芸芸,台湾第一名院孙芸芸的女儿廖思维拥有和妈妈一样美的精致脸蛋,纤细身材,目前正在澳洲读书,经常在社群平台分享生活点滴,吸引大批网友关注。 她对于美很有自己的想法,表示很多女孩会对容貌感到焦虑。 她以前也不例外,曾为了减重把身体搞坏,后来才领悟健康的重要,也改变了自己,在心态上做出改变,每个人的要求跟身体需求都不一样,好好爱自己,不要把身体搞坏了。 之前,台湾第一名院孙芸芸生日,女儿在社交网站上晒出母女最新铜矿照为其庆生,孙芸芸和女儿铜矿,状态丝毫不舒震,孙芸芸一身减零装扮,和女儿的铜矿照都被网友直呼像姐妹啊,孙芸芸状态保持得很不错,甚至和女儿的铜矿照中也一起戴着墨镜对着镜头填笑,完全看不出年龄感。 这次的母女铜矿照再次引来网友的热议,不愧是台湾第一名院,状态保持得也太好了,两人像是闺蜜姐妹话,难怪网友都表示,妈妈活成了妹妹,对比孙芸芸的日常照片,走得都是性感美艳的风格,不是秀出小蛮腰就是秀索骨骜造型,不论是写真还是自拍都会晒出火辣的好身材,但在女儿最新晒出的镜照中,倒是风格大变, 简单的造型倒是显得孙芸芸状态更年轻了,其实孙芸芸作为台湾第一名院,不论是显赫的家师还是和老公廖真汉童话般的爱情故事都是人人称显的。 孙芸芸早在13岁就认识了现在的老公廖真汉,男方比她年长7岁,在孙芸芸15岁的时候就对廖真汉展开了追求攻势,21岁时成功嫁给了对方。 婚后生下女儿廖思维,网友都表示孙芸芸是标准的玛丽苏女主剧本啊,再加上如今的孙芸芸保养得到,如今看上去依旧像是20多岁的状态。 对比来看到是老公日渐栓老,难怪还被网友嘲讽表示据说保养的最高境界就是把老公熬成爹。 名怨孙芸芸就做到了,剪场,一人剪场于李怡君的21岁女儿王敏纯小明香纳尔,高二就跳级生大学,到美国波士顿伯克利音乐学院就读的她,擅长演奏长笛和钢琴。 2017年顺利出道,小小年纪就被音乐才子言绝相中牵下,成为旗下首位艺人。 而关于一名为何是香纳尔,她曾表示是外婆娶的,除了推出自创歌曲,她也有参与戏剧,广告演出,演艺成绩相当亮眼,平常也会透过YouTube分享校园日常,保养方式等,掳获不少粉丝的心。 2022年4月25日,据台媒报道,资深艺人剪场和李怡君的女儿王敏纯登上梯台走秀,立马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梳着辫子头的王敏纯,以白色夹克搭配黑色短靴,打扮裤尽十足,都说年轻就是本钱,才21岁的她。 皮肤紧致有光泽,身材苗条纤细,气质很是出众。 李怡君与老公剪场一向很支持爱女,女儿难得走秀,夫妻俩当然要到场支持,一家人还站在背景板面前合影了,画面温馨,仔细观察。 李怡君夫妇穿的衣服是情侣装,结婚几十年仍如此的爱,实在难得,李怡君是歌手出身的。 一次偶然的机会,李怡君认识了剪场,剪场原名王连国,他也是一名艺人,入行多年拍摄了多部影视剧。 李怡君和剪场两人差了足足18岁,却志趣相投,一点代沟都没有,交往数年后顺利走进婚姻的殿堂。 婚后,夫妻俩生了女儿王敏纯,小时候的王敏纯,在父母的耳濡目染之下,深深爱上了表演,还去学习了各种乐器。 凭借着天赋和努力,长大后他顺利考入了大名鼎鼎的伯克利音乐学院进修。 小S,女星小S徐希帝和老公徐亚军婚后育有三个女儿,分别是许希文,许少恩和许老三许希恩。 大女儿许希文拥有一张高级艳势脸,受到许多品牌喜爱,而去年改编自日本恐怖大师伊藤润二作品的华语影集《聪明镇》试出举照。 许希文一张阔于少女照也引起热议,她说当初看到人物概念设计图后,便开始期待最终的成品,因为绝对会是一个让所有观众印象深刻的角色,也让大批网友相当期待。 小S二女儿近年跟随妈妈,子子的脚步踏进演艺圈,拥有清秀长相,优雅气质,时常透过社群平台与粉丝互动,圈粉无数。 近日她穿上超难驾驭的死亡芭比粉套装,整个人仙气爆棚,宛如真人芭比。 不输小S去年7月在金曲红毯上的超吸睛同色系洞洞洋装,余浩然,一人余浩然和王忠平结婚多年,是演艺圈的出名的模范夫妻,两人婚后生下一对高颜值儿女韩静女韩非。 目前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读书的她,不仅长相甜美,还拥有天类美声,超强的乐器实力,也时常在IG发出自弹自唱的影片,近期更登上时尚杂志。 未来发展相当令人期待,余浩然和王忠平婚后育有一对儿女,其中女儿韩非遗传了两人的明星特质,拥有笑花级的高颜值脸蛋,被形容是最美心二代之一。 格外引人注意的是,余浩然过去曾在社交平台贴出20多年前的录影旧照,同样被网友翻出热议,照片被拿来跟韩非进行对比,令网友惊呼根本跟她女儿一摸一样。 好仙气,果然基因很重要,韩非不仅因为外形甜美备受关注,不久前还被多伦多大学人文学科录取,平时还会抽空练习画画,内外兼具相当优秀。 还有网友以于浩然女儿也太纤为题发文,大赞韩非颜值高,而且网友也十分好奇韩非平时是如何规划读书时间,如何自律。 他本人也透过社交平台的现实动态发出长文,亲自作出回答。 他坦言,关于自律这件事,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动力来自于我的罪恶感。 网彩画,台湾宾旗部网彩画的大女儿黄玉婷拥有超高颜值,遗传了妈妈的动人大眼。 傲人身材,还曾轰动PTT表特版,网友更封网彩画是国民乐部。 他也乐得当炫女魔人,时常在脸书po出女儿的美账。 母女俩去年底携手主持新节目《妈呀!好好玩》,播出后收视也创下佳季,让母女俩人气持续上涨。 欧阳龙,去年11月,有蒋琴琴主演的古装情感剧《当家主母》正在热播。 其中除了张慧文、杨龙、王燕等女明星之外,还有一个并不常见的女孩也出演了。 她就是欧阳弟弟,欧阳龙有三个女儿,姐妹三人的感情非常好。 但是颜值却有着很大的差异。 作为公众人物,我们能够经常在荧幕前看到欧阳娜娜的身影。 她虽然年纪不大,但是无论是身材还是长相,都非常惹人注目。 娜娜天生的大眼睛配上自己独有风韵的美貌,简直就是清纯和妩媚并存。 父亲把欧阳娜娜生得超高颜值,可见基因还是非常好的。 但是相较而言,她的小女儿却太逊色,根本没有继承到父母的好长相。 在一张欧阳娜娜和自己妹妹的合影中,站在一边的妹妹长相明显很大众,虽然都是瓜子脸,但是妹妹的嘴巴向外突出。 单眼皮显得整个人眉睛打彩的,欧阳娜娜站在一边明显具有优势,不仅身高剩余妹妹,而且气质也直接把妹妹比了下去。 欧阳龙的妻子是傅娜,两人结识于八十年代初期。 相比于欧阳龙花画公子式的做派,傅娜本身的家境也不错。 她的家族在台湾拥有多处商铺和地产,是真正的白富美。 但是傅娜却很爱欧阳龙,面对众多的追求者,傅娜一直死心塌地地等着对方。 终于,到了1995年的最后一天,两人顺利步入婚姻殿堂。 而这一天,傅娜已经等了十年之久,而且当时的她已经怀孕七个月了,所以外界也传说她是借子逼婚。 无论传闻真假,但欧阳龙确实在结婚的前一天,还跑到女方闺蜜的酒吧去喝酒。 理由是不相信自己马上就要结婚了。 由此可见,年轻时的她是真的很爱玩。 李,李和雄佳杰的笑花女儿李子嫣五官清新,气质出众,靠自己报名女团海选,成功脱颖而出,成为女团的最小成员。 成绩优异,平常喜欢阅读。 写作的她,也顺利考上国立师范大学国文系。 她去年年底在IG发出唯美镜照,头发又黑又直,加上一双深邃电眼,相当吸睛。 她也在文内透露19岁的恐慌与自我期许,我还是不够勇敢,还是走一步路要回头望十次。 所以想给自己的19岁期许就是,请做一个你明知道会受伤但也会成长的决定吧。 引起热议,网友也赞她长得像年轻的江祖平。